慶祝五一劳动节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250位模范劳工 获奖的劳工朋友相当开心 这场由市政府社会处主办的113年五一劳动节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在彭源会馆举办 邀请各界贵宾到场观礼祝福 包括多位市议员跟立委林佩祥 以及基隆市总工会 基隆市工业会 基隆市商业会等单位共襄盛举 感谢劳工朋友对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今天很高兴能当前模范劳工 那欧运卫我从事于是来自于运动 我喜欢游泳跑步脚踏车 我是从事于三铁 那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很进步了 那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不要忘记运动这件事情 能让你有强迫的体重 强迫的体健的身体 可以照顾我们下一辈的 让我们的国家的全程会越来越好 本身是开一家无菜单的西式的料理 对 那我今天很荣幸来参加 就是融获这个模范劳工 对 那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新的职场都要坚持 然后下定决心永不放弃 然后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那我的餐厅是叫渔夫私房料理 在复兴路的那个240号之一 之前中西市的餐厅都做过 所以就是自己又开了一间意大利面 然后也是做一些有创意的料理 跟平价的意大利面 对 开在哪里 在这个基隆的市区爱二路这边 餐厅名称 餐厅的名称叫多吃一点 对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许 我希望以后可以就是开放加盟 给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可以来加入 对 那本身也有在教人家做餐饮 意大利面这一块 所以你想要创业也可以跟你学 对对对 你想要好好推广东西 对对对 感谢各位老公朋友 对基隆市的产业 对基隆市的各项工作的付出 我想我们深深的表示深切的感激 那我两个一直就任来 非常希望能够持续推动好的就业环境 所以大家都了解到我们也宣布了 也即将在上阵博想来推动一个劳工的园区 让劳工朋友能够更进一步的在 不管是他的在职训练休息 还有各方各面的工作的推动 能够可以协助 像今年下半年我们一直也希望可以跟美国 我们的理工学院对于公民业物流的领域方面 创造更多的产学合作的契机 可以打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然后打造更多的产业资源 在未来的基隆捷运的发展上 五个站在第一阶段里面 我认为最起码有四个站 可以打造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就业基地 所以在这边也是 未来也是对于基隆的产业 就业的增加也充满了期待 配奖还是特地甲冬之后直接赶回来 跟我们所有的模范劳工说一声辛苦了 跟家节快乐 毕竟来讲每一位劳工都是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经济动良 经济命脉 没有他们的付出 没有他们的辛苦 我们基隆市不会变成一个这么有爱这么好的城市 所以在这边配奖特地过来 祝我们所有人 所有的劳工朋友们 除了劳工节快乐之外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一些顺利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劳工的节日 真的很高兴 也非常谢谢我们谢国良市长小爱爸爸 也给我们创造很多基隆的建议机会 希望在他努力和配奖立委 我们来创造基隆的优质环境 比如说我们这个游轮现在开始又开始来 我们能征集游轮 留百分之二十的 游客留在基隆 我们在基隆塔这么漂亮的地方 在留在基隆 多逛逛走走 就像我们去 去流雪做游轮器一样的 咱们在基隆的半天之游 有百分之二十的话 一年就创造几十万的人 对基隆是很大很大的 的经济效果 来自各行业的模范劳工们表示 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 结合资源 带动基隆的产业经济发展 重视劳工在职训练 市府也将与劳工朋友们 共同携手 创造基隆 优质的就业与生活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